嗨,我是宇娟,一位优势教练 今天是我们优势讲解的第11期了 在之前的节目中,每一期我都只讲解了一个优势 剩下的50个优势,我做了一些分组跟调整 所以有一些相关的或者相对的优势 我会放在一起来跟大家进行讲解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两个优势 Adventure,冒险,还有Courage,勇气 其实我自己在接触Strength Profile这份测试之前 也没有仔细地去思考过冒险跟勇气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但是了解之后,我发现把它们做区分 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为喜欢冒险并不直接等同于有勇气 所以在理解之后,很多人就可以接受说 原来我是有勇气还是更有冒险的优势 当然这两个有可能都是你的优势 或者都不是你的优势 在我们区分了之后,会对自己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 并且在未来的生活工作中 它也可以指导我们去更好的调整 我到底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优势 会对我自己更有帮助 那首先我们分别来看这两个优势的定义 冒险这个优势呢 首先我觉得咱们中文的这两个字 其实就解释的挺清楚了 就是冒风险 所以拥有这个优势的人呢 他会喜欢去冒风险 喜欢去做一些有挑战的事物 因为我们在这里讲优势的时候 都是在着重提这个内在的能量感 就是在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给了你这种能量感跟推动力 所以对于冒险这个优势来说呢 如果你有这个优势 你的能量感就来自于走出舒适圈 或者说做了一些冒险的有挑战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你感受到了这种能量感 通常可能当我们讲到一个人很有冒险精神的时候 都是在说可能他去做一些极限运动啊 去攀岩去大山里面 去一些可能没有人去过的地方 做一些好像挺危险的事情 但其实冒险呢 它其实是包含非常多种的 比如有的人喜欢一个人背包去旅行 他不一定是要去非常危险的地方 但是他可能在那个旅行的过程中 享受的就是有一点点风险 然后自己去不断的挑战 不断的去探索自己的边界 或者自己的极限在哪里的这种过程 或者其实还有很多人在做投资 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有风险的 可能他的这种冒险精神 就更多的体现在了投资 或者做一些商业 跟工作有关的一些事情上面 所以如果你感觉自己其实是对于风险 是挺有动力的 挺喜欢做一些有挑战事情的话 你可以去反思一下自己的冒险 更多的是用在什么方面 就是这个优势平常在你生活中 体现在了哪里 那接着我们对比来看勇气这个优势 其实它跟冒险最大的区别呢 就是勇气的关键词是恐惧感 那有勇气的人呢 其实是愿意去战胜恐惧感 这个不代表他们感受不到恐惧 他们其实反而是因为感受到了恐惧 但是他愿意有这个意愿 或者有这个动力 想要去战胜这种恐惧 然后他得到了这种能量感 满足感 所以我们简单去区分这两个优势的话呢 就是冒险呢 是你感受到了风险 然后你想要去挑战 去突破这个风险的一个过程 那勇气这个优势呢 就是你感受到了恐惧 但是你很想去战胜这种恐惧感 即使害怕也依然愿意去做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举一个小例子 来帮你更好的理解一下 这两个优势的关系吧 那我们现在假设有一个人 他只有勇气这个优势 没有冒险的这个优势 然后呢 他是其实很害怕去做蹦极 这样的事情的 那这样的一个人呢 他可能不会没事就主动选择 去挑战蹦极这件事 因为他没有冒险的精神 他不想要去 单纯的去冒这个险 去做这样挑战的事情 但是呢 假设他参加了一个团建的活动 那大家呢 是一起到了这个蹦极的地方 要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有勇气的这个优势 所以他即使原本是不会想要主动去蹦极的 他可能还是会去做这个蹦极 是因为这时候 他在用他的勇气的优势 因为他虽然感受到了恐惧 他不敢做这件事 但是可能因为大家都要一起做这件事情呢 他就愿意去战胜这个恐惧 然后去做这样的挑战 当然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是做了非常多的简化 就假设这个人只有勇气的优势 我们也没有去管他 是不是因为有其他的优势 在同时推动着他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 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背后并不是只有一个优势 或者一个想法在推动着你 可能会有很多你的优势 或者你的不同的想法在同时运作 最后呢 才会引导你去决定 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的 接下来呢 我也会提一下 可能这两个都不是你的优势 会是什么样的体现呢 简单来说 如果冒险不是你的优势 就是代表说当你面对有挑战 有风险的事物的时候 你不是那种非常有能量感 很激动的想去尝试的心态 而是可能会觉得 有一点消耗自己 有一点不想要去这么做 那这个就代表天然可能冒险 它不属于你的优势 类似的如果勇气不是你的优势呢 就是当你面对可能恐惧 或者你害怕的事情的时候 你不会有那个天然的动力 想要去战胜这个恐惧 你可能就会选择 那我就因为我感受到了害怕 所以我还是不要做比较好 当然呢 如果你没有这两个优势呢 也完全不用担心 比如说如果你的人生中 碰到了一件事情 你就是需要去冒这个风险 或者说你就是需要战胜恐惧 去完成一件事情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还是可以通过 其他的优势来推动着我们去完成的 比如说如果成长是你的很强的优势 那这时候你可以抱着说 我做这样的事情是为了学到东西 是为了成长的这个心态的话 那你自然的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了 这就是我常说的 我们可以学着去用我们的优势 来替代那些我们天然不擅长 不想要做的事情 最后呢我也再提一下优势使用过度的问题 对于我们今天讲的冒险跟勇气 这两个优势来说呢 使用过度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可能因为太喜欢冒险 或者太喜欢去战胜自己的恐惧了 导致你不断的去追求这样的风险和恐惧感 过度的追求这些呢 一方面其实单纯就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压力 比如说会一直让你处于紧张和恐惧的感受中 或者长期对你的能量感是会消耗的 那另一方面呢 它甚至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目标 也就是说你可能做这件事情 忘记了自己的初衷是什么 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而单纯是觉得说 因为我要感受这种战胜了恐惧 这种冒了风险的感觉 所以我去做这件事情 那可能长期下来呢 你会偏离自己更想要的人生目标 当然使用过度的话 也会对周围的人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比如你不断的去做一些有风险的事 但是你的家人或者你的伴侣 其实是一个比较没有这种冒险精神的人 对他们来说 可能也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或者对你们的关系会造成一些影响 所以即使你发现 今天我们讲的冒险和勇气 可能是你的优势的话 我们也要去察觉一下 你过往的使用频率 是不是健康的有效率的 还是说可能你用的有点过度 或者说你用的有点太少了 那我们都可以相应的去做一些调整 我们的目的是把我们优势的潜能 去最大可能的发挥出来 帮助我们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并且帮助我们长期处在一个 比较健康高能量感的一个状态 好的那今天的优势讲解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可以帮助你判断 你是爱冒险还是有勇气呢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跟优势教练 或者stress profile这份专业的优势测评 有关的信息呢 可以去查看我之前的节目内容 当然如果你想要直接找到 我去做一对一的教练咨询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私信联系到我 我通常会跟大家做一个 免费的30分钟左右的探索咨询 在这个过程中去了解 你现在的情况 你的需求 以及接下来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更好地帮助到你 那我们下期内容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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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